大家好,我是强子 这次课程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web系统里边的客户端技术 那么对于客户端技术这个点来说呢 我们当然更多的专注在就是浏览器的这个工作原理上边 和我们现在平常所推崇和流行使用的一些前端的一些技术应用的展现为主 给大家从这个认知上把这个客户端的一些技术来做一个梳理 作为我们web测试的一个基础储备的这么一个教学内容 那么web的客户端技术呢 我们主要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些这个介绍 第一个呢,是咱们的一个浏览器工作原理 第二个的话呢,咱们常用的客户端技术手段 平常呢,我们其实都会高频的使用这个浏览器啊 去访问这个网站 那么我们呢 可能并没有特别去注意里边的一些这个技术实现的细节 或者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一些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用户 那现在呢,咱们需要去转换一下角色了 但凡我们所接触到的任何的IT技术 咱们都要去扎根寻底 把这里边的厚端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原理性的东西 一定要把它弄明白 否则的话呢,咱们去 毕竟我们是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我们呢,同时呢,也需要在这个行业里边 要有所技术储备的人 那么这每一每天去积累的这些知识点 慢慢呢,就会变成我们的啊 一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套完整的这个技术体系了 好,首先来看一看这个浏览器的工作原理 对于浏览器来说啊 其实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的作用 在我们的用户和这个服务器之间 没有浏览器 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 像现在这样啊 得心应手的去访问这个网站 或者呢,这些网站的内容呢 也没有办法 以很漂亮,很 这个很有吸引力的这样一种布局和排版 呈现在最终用户的面前 那所以对于作为浏览器这样一个媒介来说 它承担的最重要的一个职责 就是页面的渲染 这上啊 服务器端反馈给我们的只是一个htmail的页面 或者说就是一个htmail的一个原文件而已 比方说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网址 随便打开一个网址 我们看到的啊 当然都是很完整的一个画面 但是当我们去查看原文件的时候 看到的其实就是这项一些东西 好,先停止了 服务器返回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些文本 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些html的原文件 把它给最后变成了这样一个画面 那这就是渲染这个功能 它需要去做的事情 那么渲染的话呢 事实上也是啊 每一款浏览器里边啊 最具有技术含量的一个布件 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某某浏览器啊 比方说Firefox也好 IE也好 或者说Chrome也好 Safari也好 他们之前在互相干仗的时候 他们都会说自己的浏览器远远快于对手 多少多少 在什么地方 又又进行了什么样的一些改进等等 所有的这些宣传点 他们一定逃不开对他们的这个渲染引擎的这么一个美化 就是我使用的渲染引擎 使用了什么样先进的算法和技术 让这个渲染的过程速度非常的快啊 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些渲染那个宣传 那所以呢 页面渲染的话呢 它依赖的就是我们浏览器最核心的一个部件 渲染引擎 这也是最具有技术门槛的一个部件之一 那么对于页面渲染来说呢 我们来看看到底不同的渲染引擎 他们或者不同的浏览器 他们在渲染引擎的使用上 那有什么样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好 打开我们之前写的这个web测试的这个教材 我们来看到 这边呢 就给大家列出来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浏览器 和他们所使用的渲染引擎 那么对于我们最常使用的IE浏览器来说 我们所使用的渲染引擎呢 叫做Tradent 这是微软自主研发的一个渲染引擎 专门针对于IE浏览器而开发的 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国内的一些第三方的厂商 他们的开发的这个浏览器 很多也是基于这个Tradent的这个渲染引擎来完成的 像这个二游世界之双 腾讯浏览器 QQ浏览器 或者360浏览器等等 那么这些浏览器他们使用的都是这个Tradent这样一个内核 那么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这样一些浏览器 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也就是内核的技术是没有的 使用的是微软的一个内核的技术 无非就是我们在这个内核之上加了我们很多自己的一些稍微有特色的一点的应用而已了 那么好 再来看看金扣这个引擎 金扣引擎的话呢 它主要应用在Firefox或者Muzira王景 在这一套这个浏览器里边 那么它是一套开源的这个渲染引擎 当然我们谁都可以去用 事实上大家现在也知道Firefox其实也是市场占用率很高的 大家很多人选择使用Firefox 那么所以经过这个浏览器的这个渲染引擎的话呢 也是被很多人在使用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款渲染引擎 那么我们也能够感觉到Firefox其实速度的确是还是非常快的 那第三个呢是KHTML 那么KHTML呢目前被Chrome和Safira都在使用这个渲染引擎 那么第四个呢是ProStore 那么目前来说主要是应用在Opera这个浏览器上面 其实我们平常用的最多的 无非也就是这样的一些浏览器了 那当然现在包括啊 在移动中端啊 比较火的UC浏览器 包括呢咱们的这个QQ浏览器啊 360安全浏览器啊 什么搜狐浏览器啊 还估计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浏览器了 我们其实只需要抓住一点 因为这些浏览器啊 他们最核心的点在于这个内核的使用 只要内核使用的一样的 他们对于功能的支持呢几乎啊都差不多 比方说我们web测试里边会给大家讲到这个兼容性的测试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选择哪些浏览器来进行兼容性的测试呢 你看啊 那么我们呢 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选择使用不同内核的这个浏览器来作为一个代表 比方说对于Trendit我们其实只需要选择IE浏览器就可以了 那你说有没有必要 IE浏览器我也来测兼容性 同时我把360的浏览器 腾讯的浏览器 遨游的这样的一些浏览器 我全部拿来做兼容性测试呢 当然如果你的公司有足够的时间啊 让我们尽情的玩耍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但是如当我们的项目啊很紧的时候 事实上这才是正常的情况 对吧 项目总是很紧张的 时间总是不够用的 对吧 人员呢 总是稀缺的 工资呢 对吧 总是涨得比较慢的 这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 当我们时间非常急迫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有针对性的去选择浏览器来进行兼容性的测试了 那么不同内核选一款就够了 他们的核心能力和兼容能力没有本质的差别 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周边的一些应用跟它的兼容性的关联呢 其实是很低的 几乎没有 所以呢 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 在浏览器上能正常使用的功能一定可以在这个360安全位置上正常的使用 那么第二个呢 是这个金客 我们选择Firefox主意 当然本身现在也最流行 其他的呢 也没有必要再选择了 这边KHT没有呢 选择Sephira或者说Chrome啊 都可以 那么Sephira和Chrome呢 目前来说啊 有点区别的地方 就是两个不同的阵营 一个是谷歌的 一个是Apple的 那所以呢 可能他们之间啊 虽然用的是同样的渲染引擎 但是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处理 互相之间不兼容对方等等啊 不排除有这样一些商业竞争上的考虑 那所以针对这两款浏览器本身也是非常流行的呢 建议大家都选择一下啊 来进行一下这个兼容性测试 那么当然还有Opera啊 现在呢也有一小部分啊 这个用户在使用 所以啊 通过这个渲染引擎呢 我们当然跟测试结合起来的其中一个基础的点就是啊 咱们避免一些重复的工作 那么 渲染引擎完了以后呢 咱们就要来看第二个浏览器的最核心的一个功能 那么叫做 JavaScript 的解析和执行 咱们的现在的html的页面呢 其实不单纯只是纯粹的一些静态标签来构成了 现在我们的前端的页面里边都会有大量的JavaScript的脚本出现 随便看一看啊 比方说就百度 我们看到它的首页其实非常简单的 说白了 它的html的元素是很少的 但是我们来看它 它的原代码却特别的多 这原代码里边 从这儿开始啊 但凡被script标签包裹起来的 全是JavaScript的脚本 我们看到从这儿到这儿 全是 那么被这么多JavaScript的脚本 它到底在干什么呀 这是一个很值得咱们玩味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静态页面 需要这么多JavaScript来处理吗 能处理个什么呀 我们看到的不就是一个文本框 输入一个文字去搜索就可以了 事实上啊 个人猜测这里边的JavaScript 虽然它是经过啊 简单的简单的一个压缩加密的 不叫完全的加密啊 其实只是为了压缩使用的一种加密手段 让可读性变得比较差 我也没有认真的去分析它的每一行代码 但是啊 基本上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 里边很多的一些这个 比方说啊 设为一个主页啊 这肯定会使用到JavaScript的啊 这里边一些基本的设置啊 也会使用到JavaScript的 怎么设置完了以后还要保存 还要上传给服务器一些配置啊 都会使用到啊 JavaScript的 那么还有呢 咱们作为一个搜索引擎 它需要去采集很多用户的行为 那么这个呢 也需要JavaScript来帮助我们处理 这些是HTML静态标签 没有办法做到的 必须通过JavaScript的这种动态的脚本语言 来进行处理 那么好 回到咱们的这个话题上来 对于JavaScript这种脚本的处理 解析和执行 它的效率 也直接决定了咱们浏览器啊 它的一个工作的速度 到底访问一个网页的时候 感觉快还是慢 浏览器本身呢 它也会啊 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用 当我们的网络很快 服务器也很快 但是我们浏览器很垃圾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会感觉到 访问一个网页特别的慢 OK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那么这两个点呢 事实上是啊 所有的浏览器里边 最核心的两大模块了 渲染引擎和JavaScript解析处理 好 那么浏览器除了这两个核心的应用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啊 外围的一些功能 网络 当然网络处理也算是核心了 也不能叫做外围了 这所有这些前前前提都是啊 我们能够正常的处理HTTP请求和处理HTTP响应 所以对于网络这一块呢 当然也是它一个核心的功能 没有网络啊 什么都不是了 但是呢 这一块相对来说 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任何人都可以做的 我们都可以用很简短的代码开发出来自己的一个浏览器 所以这些呢都不是什么问题 网络处理这一块啊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谈不上有任何技术含量 同样的 我们所有的浏览器厂商也不可能说 我的网络处理有多么的牛 没有办法的 它不是这个核心技术 它是呢 只是说处理一下我们的协议而已 那么还有呢 我们的数据保存 我们的这个 缓存 等等啊 前进后退啊 收藏啊 那些附加的功能 这些功能呢 它就不是属于我们浏览器啊 每一个浏览器就必须要具备的 可以选择不具备 也可以选择拥有 比方说像这个数据保存 我们通常会保存一些这个浏览过页面的一些图片呢 我们会保存起来 加速我们下一次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时间 缓存的这些功能 包括呢 我们的一些协议里边 酷k的一些保存了啊 等等都会啊 是牵涉到跟数据保存有关的一些功能 那另外呢 再额外的去给大家补充一点点啊 关于客户端常用的一些技术手段 那么首先来看一看啊 咱们的这个阿杰克斯 阿杰克斯啊 在百度里边收入输入一个我们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输入我们两个字以后 流浪那个百度呢 自动给我们下拉了几个菜单 我们结婚了 我们都爱笑 我们约会吧 啊等等 那这样的下拉菜单从哪里来的呢 事实上它不是我们本地的历史记录 是从服务期端给我们推送过来的一个搜索建议 那但是这个过程啊 我们看到 其实页面是没有任何跳转的情况的 那这是一种阿杰克斯应用的一个场景 那么再回到啊 百度的首页 我们再来看看 百度里边还有哪一个应用场景啊 感觉还是比较有创新还比较酷的一个东西 咱们呢进到设置里边 百度首页的设置一个搜索设置 百度其实首页内置给我们内置了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在线输入法 默认都是关闭的 我把它打开 输入法这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这个首页 我们看到这边多了一个手写输入的这么一个选项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直接点开这个链接 我们来输入随便写一个字 好 我写一个我 好 这样呢 我就可以点这个我字 就可以把它输入进去了 那这个呢 也是基于阿杰克斯的一种技术的应用 我们看到整个页面呢 其实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呢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后台客户端已经往服务器端发送了很多很多的请求了 后边我们都可以通过HP-Watch来观看到这些请求本身 那么 这些请求呢 它是一步传输的 所以我们感觉不到页面的跳转和刷新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样让我们用户呢 感觉使用起来是非常的舒服很流畅 OK 这就是阿杰克斯的一个技术运用的一种体现 那么第二个方面 关于客户端的一些 这个 常用的一些技术手段的话呢 还有就是像这个阿杰克斯 那个ActiveX ActiveX呢是专门针对IE浏览器开发的一个这个浏览器的扩展 我们都会有的一些使用经验 就是当我们去访问一些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网站的时候 它会要求我们下载和安装一个ActiveX的插件 那这个东西呢可以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客户端的数据呢 可以通过它来进行加密再传输 因为HTB协议本身呢是明文传输的啊 这对安全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比方说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开打开一个网址 就拿这个工商银行的网站来看一看啊 这个ActiveX插件是一个什么东西 咱们呢就打开工商银行的网站 那么进入这个个人网上银行的一个登录 好 那么这个个人网上银行的登录呢 它一定会要求我们去下载一个这个安全空间的啊 就在这啊 已经被弹出来了 中国工商银行安全空间需要我们先安装才能够呢 输入用户密合密码登录啊 这个密码这个地方和验证码这都需要我们有空间才能够输入 这就是为了呢 这个ActiveX插件 其实它可以理解为通过浏览器加载的一个本地运行的这么一个小程序 当我们在这边输入了密码以后 它会把这个密码先加密 然后呢再传输给服务器啊 避免传递过程当中的明文 这就是插件的一个功能 但ActiveX插件它绝不仅仅先于是说只是这些安全的空间 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扩展一些浏览器的处理能力的时候 我们呢都可以利用ActiveX的插件 那这是针对IE来说的 那么针对这个Firefocus啊 或者Sephora Chrome这些浏览器呢 它们又都会提供第三方的这个扩展的接口 不一定叫做ActiveX了 就是一个这个扩展或者说一个标准的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比方说我们有Firefocus有Firefocus的一些插件 用Chrome有Chrome的一些插件 这些插件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这个浏览器的一些处理能力 因为浏览器处理的工作都是标准的 而我们希望通过扩展插件的方式 抱歉这写错了 通过扩展插件的方式能够提升我们一些这个浏览器的处理能力 能够达到一些啊定制的一个要求 这是啊关于这个客户端的一些技术手段 另外的话呢咱们还可以看到啊像这个啊 Adobe的Flex 它呢其实跟Flex Player是有类似的一个功能的 只不过它更适用于程序程序开发而已 它可以呢让我们在浏览器里边通过这个Flex的这个 调用能够达到啊一个负客户端的这么一个工作 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S架构的客户端 它也不是传统的一个BS 它呢相当于就是在BS的浏览器的页面嵌入了一个客户端 那么可以理解为介于BS和CS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这很好的能够扩展我们浏览器的运算能力 同时呢又能够解决我们CS架构的一些不属不方便的地方 那么类似的东西呢 还有微软自己的SaverLite 荧光 SaverLite跟Flex几乎是同样的东西啊 同样的功能解决同样的问题啊 只不过呢 SaverLite目前仅针对IE浏览器啊 这也是微软的整个这个比较封闭的这个体系里面的一部分 那Flex呢相对来说针对各种浏览器呢开放的都会多一点 这个呢有点类似于微软的Denite目前只能针对Windows操作系统 而我们其实更为什么更愿意使用Java 就是因为Java在任何的这个操作系统里面都可以完成 好 这是整个呢就是我们web客户端技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 包括一些具体的演示 那么上面提到的这些关键字呢 建议大家呢都继续下来以后都去搜索搜索 然后呢把这些更深入的一些东西 还有包括呢我刚才讲了大家可能还没有完全消化的一些东西呢 再去巩固一下 这就可先到这